元宵节的习俗就是吃汤圆及提灯笼 为了要让社区长辈回忆这项而实际趣 复兴社区特别教导长辈制作艺术小灯笼 除了可以让长辈活动手部关节 也可以当作装饰品来摆设 这段老师仔细的讲解 教导长辈们利用红包带动手制作独一无二的艺术小灯笼 不只相当环保且亮眼 也能够延缓长辈的失能以及催化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针对长者 因为过年期间都是有晚辈给他们红包 所以我们就是请长者带红包带过来 那我们今天是做灯笼 那因为就是礼拜五的话是那个袁小姐 因为这边长者的话也比较少做手作 所以就是让他们手动一动 然后看就是红色这样也是代表喜气这样 因为像以红包带来说的话 它是比较简单的手作 那因为这边长者的话 其实平常是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唱歌 对于那种DIY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就是会利用就是网路上的话 看一些比较简单的手作 就让长辈DIY 手作部分的话就是带 它会搭配它的手的灵巧度 那基本上像以刚来的话 就是长者的话就是DIY部分的话 其实他们都没有做得很好 那经过一两个月下来的话 其实累积下来的话 他们就是手的部分技巧的话 其实都还不错 长辈们跟着老师一步一步 赋予红包带新生命 用红包带做灯笼简单又漂亮 他们都表示 这种过程相当兴起有趣 促进手脑并用 也让长辈感觉到元宵欢乐气氛 这条不错啦 这里就黑了而已 黑了啦 有啦 这样摸黑了吗 老人摸黑了啦 老人摸黑了啦 摸黑了 我把我带给了呀 这种小灯笼 有红细啦 有心色啦 有真心色啦 老人都真心色了嘛 大家做的丁笼嘛 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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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心色啦 简单啦 过程中大家相互讨论 彼此正在 现场充满欢笑顺 利用子女给的红包 失去志工们教导长辈 制作应景灯笼 既讨喜又可爱 做灯笼也勾起长辈们儿时回忆 回想起童年时 那份单纯的快乐 记者陈云志 丑云正采访报道